台湾的重要文聰華黨 理工理是台灣文副會 修處來到台南的基盤 準備在8月23號來頂頂 文化博日清是特別來基盤 為退交流會 以以來介紹這次的七段主題和地下 今年是以到寶島百面為主題 準備來頂向台灣台灣的美貌 每一年幾半都親 很多民眾參與的台灣文副會 今年準備在8月23號開始頂頂 這件事是修處來到台南 主要的文化促電和雄電 都會在大台南火電中心居住 以寶島百面為主題 頂現台灣台灣文化的平貌 寶島百面 從這個字面上中文字的意思 百面其實就代表了 屬於我們這塊土地 百種文化創意產能的樣貌 它是百百面的 它可能是需要透過論述 它可能是透過議題來去闡述 可是它也可以透過插畫 透過很多圖像 讓你透過IP等等的表現方式 來去做展現 但是我更喜歡的是 它用台語唸 就是窩豆罷兵 那今年的主視覺也很特別的 不是用英文翻譯 我們是用台羅文 去把窩豆罷兵的這個音發出來 只是說來到台南 來到了文博會 這個擺面不是讓你看到多種的創意而已 更重要的是一種 對於這個土地認同的情緒 大明的啦 來看就對了 整體有幾個重要的特色 除了剛剛已經提到過 我已經說第一次來到台南 然後文化品牌跟商展這個場是融合 然後參展數也是新高 那另外就是IP合作的商品開發 商務的這個示範 那另外我們在這一次還有幾個 比較新的做法 第一個是我們第一次帶有的親子館 因為過去我們在文博裡面 比較是談商業 然後談文化策展 並沒有特別把 兒少或是年輕的小朋友 當作一個對象的主題 因為大家談IP嘛 談商務 但我們現在的想法是 如果這些也跟這些兒少有結合 尤其是這些IP 其實受想不用換人 所以我這次在台南文化園區 有兩個館 那這兩個館 基本上都是兒童友善的 為了他們這文博會 台南市政府文化球 也要幾月到其他的電動 讓這個文博會 可以延伸到台南的其他地區 當時也讓民眾用不一樣的角度 慶祥台南 其實這一次選擇 這個整個台南展區 有三個核心展區 一個是在我們整修了大概三年多的 商品的藝術聚落 即將在這一次我們會當中 我們第一次開箱 那接著其實是我們現在目前為止 在經營整個台南文創的 這個能量當中 很重要的兩個平台 一個其實是在西族園之球 然後一個是大家都更了解的 在南塞圖園 那我們透過這三個平台 其實各自它所扮演設定的功能 跟角色議題 其實也都不大一樣 會展中心的展場 其實就是一般白天的時間 那我們蠻希望這個對於五國會的探索 能夠從白天接電到晚上 所以其實台南的文創會會長 比較我們這個主要展場 其實都是從下午到晚上 我們希望其實建設這一次五國會 我們也在重新找到一個這個城市 認識這個城市的方式 今年的文創會 約中的結合驚頭的路線 讓UK可以展望台南不一樣的地区 了解當地的文化故事 甚至沒有設施市区以外的台南 要透過文創會 讓大家看到台灣本土的文創實力 記者還沒有以中西区採用不得